一名族英雄被冤杀后,是为偷了他的尸体发了毒誓,竟执行了380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一生征战的英雄级人物,他们在国家的危难中挺身而出,根本不顾自己的生命,而是新系朝廷新系人民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考察历史,他们这些优秀的将领所得的下场,却几乎都是不好的,有很少能留下方明,大多数都不能攻城身退,这到底是为什么在明朝末年,有众多的将领死因都是不明不白,更有甚者落得了凄惨的下场,就比如原重幻原重幻是文人出身当上官员的 但是他却自幼喜欢武术所以他沾染了很多武将的毛病,那就是做人做事根本不看他人脸色,只顾自己行事 而且爱说大话想想朝堂之上,虽说表面风平浪静,但是实际却是血液腥风原重幻,敢这样桀骜不逊,等他的自然是有好果子 吃人重幻,就算面见皇帝也是十分随意,丝毫不曾想要隐藏自己的个性不过很多皇帝是非常喜欢 这样爱说实话的人,在明熙宗驾崩之后崇祯继位想要重振朝纲,所以急需人才来建设国家 他想到了原重幻这名武将,他认为此人极具实力来保卫家国而且非常富有责任感 是个有报复有热血的将士当时崇祯,把原重幻照到自己身边 问他原重幻如何能平定辽东,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或者意见可以说来听听玩原 重幻仅仅只回了一句话,如果皇上能够让陈领兵打仗,那么辽东不出五年就可以完全平定 如此嚣张,的话在当时可能只有原重幻能说得出口了 其实原重幻就是想象皇帝要权要兵也许,让现在的人来想原重幻简直就是一根筋 难道不会说一些好听的话来敷衍吗? 竟然直接说了一个确切的数字,五年时间,要是约定完不成那可要面临株连九族的大麻烦呢? 但是皇帝听完这一句满腔热血的话之后把上方宝剑赐予了原重幻 让他前往辽东平辽底下的大臣们,听说原重幻拿到兵悬之后,询问他到底是有什么方法,让你能如此自信回答原重幻答道 只不过是敷衍皇帝而已,也就是说原重幻对皇帝说的话就是满嘴胡言 瞎胡扯的但是原重幻很快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他按部就班的前往辽东防线 但是他人是去了作战需要的东西,他却没有带啊,更没有商定前良之事 所以很多大臣对于原重幻的做法都将信将疑,有些甚至准备上书将此事上报给皇上 原重幻也算聪明,他害怕自己还没出征,那就又被召回于是他先发之人 把自己对于如何平定辽东的具体细节交给了皇上就这样原重幻开始了平定辽东的计划 但是他并没有履行五年平定辽东的誓言,反而到了辽东竟然先除掉了一名几方的大将毛文龙 而且没有请示,皇帝就给杀了其实这件事情还不是原重幻主要的死因 还有另一件事情,就是他通敌派国,当时原重幻给出平定辽东的战略就是是你资敌 但是他当时并没有直接卖给后金,而是卖给了,还没有和后金结盟的蒙古 因为他想着和蒙古结盟这样一来,就可以一起去对付后金自己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但是皇帝发话了不让原重幻卖你给蒙古,导致了蒙古和后金结盟 后金后金结到蒙古进入京师而解围的恰恰是原重幻两项罪名判给了原重幻 但是细想以下崇祯皇帝这样的做法实在太过草率 毕竟原重幻并没有犯下多大的过错 尚且此时朝廷李戴南,找到像原重幻这样优秀的将领了重 针对于原重幻来说,可能根本就没有存在最起码的尊重 最终原重幻被处决者死,将他的身体肢解掉 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死法 他的死,被后人称为千古奇人原重幻死后 他原本的一个姓蛇将领,不忍心看到他的尸体扔在荒野 于是冒险把把他的头颅偷了回来 并且立下了一个都市他面朝 原重幻的坟墓前说道,自己子孙世代不得为官 不能回老家必须要给原将军守墓 他死后,也随着原重幻的墓葬在了旁边 而且他的子孙依据,他的都市昭坐,世世代代,都守着原重幻的墓 如今三百八十年过去了所说原重幻的罪名被翻 爱了但是蛇家,依旧还在为人重幻 守着墓每天扫墓拆白带笑 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一番话 子子孙孙,都要照做 无物单单是这份忠意就足够让世人称道实在是可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